就可以看到共比 也可以看到發文的slide 好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原防親戚實驗室 介紹他們的介面計畫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这是我们的那个目前剪的影片 那后来后续会有再有更多的内容 那我们是界面 这是一个艺术计划 那 基本上在过去的时候 我们的所谓的网路 应该说言论战 基本上是台湾在 对肥的文学里面 会做到空头或是广播 或是用扩音墙的方式 或是用一些文宣弹的方式去进行 那在现在的情形下 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用 网路控制的方式 可能是言论审查 那可能是在资本上面 有可能在电子上面 那在这个阶段 通常是在电子上面的言论审查 那我们再假想一个未来的情形 现在的基因工程 基本上已经发展得非常非常快速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拿生物作为载体 作为资讯的承载 作为资讯的保存 然后跟扩散复制的一个工具 然后来作为资讯的传递 那所以我们的目标基本上就是 希望能够建立一些社群 那包含了我们的艺术工作者 然后成立一些那个 工作上的共享的机制 开源的机制 然后让其他的生育参与者 生育运动者 然后工程师或艺术家 可以一起来写作 然后一起来扩张这个过程 那达到一个文化繁独的情形 不管是在实验室内 或是在野外 或是另外一些公共的空间 然后或者是一些阿博界的种植 然后让它扩张到其他的场域 那接下来就再请 好 我们先暂时的回到那个历史里面 就是 就是其实资讯战这个词汇 其实它在跟植物 其实是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它其实最早的时候 其实是在讲说 我们怎么把植物的嫩枝 就是现在可能讲鸭条之类的 然后让它把它埋进土壤里面 长出新的植物 那所以其实早 宣传这个词 其实在 一次大战的时候 其实就开始成为 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 那所以就长出了 所谓的资讯战 宣传战这个东西 那台湾在历史里面 我们以前就是作为 所谓自由中国的最前线 我们就是那个东南亚的 这个岛链 叫做防止那个红色扩散 所以其实谈到资讯战 在国共 我目前讲国共战争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向内的话 其实大家应该都还 如果有印象的话 其实它就是跟 许多的资讯的封锁 其实在台湾跟中国 因为我们国共本一家 所以其实在做的事情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那在台湾戒严时期 我们就透过了很多的法律 包括戒严法 然后往下的刑法 然后做出版的 然后连环图书 电影检查 然后广播等等的 其实全部都在做资讯控制 跟资讯封锁的事情 那对外的部分 其实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其实牵涉到了 资讯如何的渗透 那因为双方都在封锁资讯 那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资讯如何能够 抵达对岸 其实就非常的重要 那刚才其实就有提到 其实透过 就是这个部分 其实非常的low-tech的一些媒介 比如空飘 然后比如那时候有什么 炸弹射过去 然后它炸开里面就有很多传单 还有一些食物 然后还有一些蒋中正的预兆之类的 就会散开来 大家就可以剪这样 然后还有广播 然后还有播音器 其实它可能就是透过 就是短播的方式 然后让它可以抵达中国 非常遥远的地方 那往下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第一次战争的时候 那时候英国他们怎么使用空飘的一些历史的照片 那这个其实就是越南的部分 那其实为什么会要提到越战的部分 其实因为台湾在 就是台湾在整个跟中国的资讯的战争之间 其实美国也扮演了非常的重要的角色 那包含其实那时候 在二十世纪的韩战 然后泰国的部分 然后还有越南战争 其实台湾都有在这个地方 就是加入做资讯 就是跟美国合作 然后做资讯战的这个部署 所以我们其实派了 我们派了很多人到美国那边去接受 怎么做资讯战 然后我们也为此 然后协助美国派兵到 就是整个东南亚的部分 我们都有参与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国使馆里面的档案 其实那时候就是台湾跟美国合作的一个 反攻大陆的计划的一个历史的资料 那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 这个应该是1950年代那时候 就是我们那时候 非常大量的仰赖广播 那广播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可以到非常遥远的 那个中国的内陆去这样子 然后这一块其实就是空飘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60年代的时候 其实台湾对空飘非常的 非常的在意 就是我们做了很多 往下可能甚至有那种可以定时 然后测试比如风向 然后大概判断它飘到哪一个地方 就让它就是炸开来 它就会掉下去 所以其实是空飘的物资 是可以飘到就是中国整个内陆 甚至其实曾经会计算错误 就是可能在不知道 中南美洲的不知道忘记哪个国家 就是捡到台湾的空飘物这样子 然后就被告之类的这样 然后所以这个是让大家看一下 可能早期的所谓的资讯站 它大概就会长这种样子 那它是用折纸 这个是用折纸的方式 那它整个纸折起来 就是摊开来 其实看不太出来是什么 可是打开来就是 44年8月8日届时回北平 猪毛贼命 对 大概就是这种东西 它就是早期的资讯站 那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所谓的起义手册 它大概是60年代的东西 它就会送 就是有一整本书 然后就是打开来 就会看到国歌 然后最后其实就会有 这个还蛮有趣 就是你开哪一种 你开哪一种武器来台湾 你就会获得多少钱的一些传单 那这边就是安全证 就是你可以拿着这张安全证 然后就来投靠我们自由中国的台湾 然后你就可以保障你的生命安全等等 那这个大概就是其实最早 就是不能讲最早 整个20世纪的资讯站 其实大概会是使用这些媒介 这个就是进入到比较文化战争的时期 就是那时候邓丽君的歌声 可能在国共的那个金门那边 其实他们就会彼此拨来拨去 那到80年代 70年代末80年代 大家应该都还有听过 《龙的传人》这首歌 其实它有一个还蛮微妙的声势 就是以前侯德剑在台湾做《龙的传人》 然后代表台湾这边是龙的传人的 承载的 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历史的地区 可是有一天侯德剑 他就投靠到中国去了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就是我们的金门对岸的那个 《大灯岛》那边 他就开始每天一直对我们这边 就是金门在播放龙的传人的歌 所以其实就是两岸 他透过同样的媒介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内容是类似的 其实这整个就是谈论什么叫自由 谈论什么叫做政治 然后谈论什么叫做人权 其实在这整个世代的更迭里面 其实他不是那么的绝对的 那所以我们就再回到这个当代 或者说近二十年来看的话 那中国在现在的审查 其实基本上就是用网路自由的方式 来做审查 那等于说很多资料在网路上 可是查不到 或是你查到的资讯 只是片面的资讯 那我们就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 然后作为我们的敏感词库 然后再想说 怎么样把这些资讯给传承下来 那会成为敏感词的东西 可能不一定完全是十分 所谓政治斗争下面的东西 它有可能是所谓的 跟环保议题有关 跟一些劳权 跟一些人权有关的议题 也都可能成为敏感词 那以现在来讲的话 可能有一些就是 商业上面的东西 比如说讲某一轮事件 它就是等于说是 微博他自己的一些 政治势力的方式 他要把这个资讯给审查下来 让其他没办法传递 那甚至维基百科在中国 也是把那个台湾的维基百科 给禁掉的部分 那这些其实说 在现在是发生的事情 那甚至有一些是 性别相关的MeToo运动的话 那中国叫做MeToo 它也是被直接整个审查掉的 好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词 转换成那个基因的ATCG编码 谢谢 所以我想 我就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的工作有点像是 承接刚刚柯君所提到的概念 到我这边的时候要做的事情 是做主要是做编码的工作 也就是把一个文字的讯息 对人类有意义的讯息 转换成另一个载体 可以使用的形式 那这就是编码的结果 ATCG是DNA所使用的字 那我想调动一下顺序 先谈一下后面 我们所用的编码敌人算法 我们用的编码敌人算法 是一个叫做Enigma的算法 它就是如果前阵子有看电影的话 那个模仿游戏 那个电影里面所讲的 二战的时候 德军用来传输秘密情报的 那个编码 在二战的时候 他们用的是一个机械性的装置 机械跟电子混合的装置 去把26个字母所组成的 任何一个文字的内容 变成混乱以后的 26个字母的组合 所以那个混乱过以后 26个字母的组合 很难还原回原来的讯息 然后他们把这个混淆 混淆过以后的 编码过以后的讯息 传给对面的时候 对面要再用同样的机器 把那个讯息还原回来 他才能够接收到 这个秘密的情报 那之所以使用这一个 编码的演算法 一方面它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哪个方面经典呢 就是我所做的是 专注在编码上面 那编码这件事情 在专业上面的历史 它其实是跟战争的记忆息息相关的 从最早在古罗马的时代 所使用的凯撒的编码法 他一开始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军事上 运用这个东西 所以是为了军事上面 情报的传播 避免被敌人偷窥到所使用的 所以编码这个技术的发明 它其实就是为了打仗 还有跟秘密行动 或者是颠覆机油的体制 相关的一些行动 所激发出来的想法 那到了近代最有名的一个想法 当然就是德军所使用的 这个Animark的机器 其中一个原因 它会有名的原因 是因为它很早就被 盟军所破解了 所以后来的 银媒的盟军 可以大量地从这里面得到有用的情报 那我们也在这边 我们在这个计划 我在这个计划里面 对这个编码的演算法做了一点扩充 所以基本上做的事情是 上一页要怎么 下面那个按钮 基本上做的事情是 现代的传输的讯息 就内容形式上面 不会只有26个英文字母 所以我们现在使用电脑的时候 所传输的文字通常是unicode unicode又称为万国 通常是UTF8 它可能是有两个byte到四个byte的符号的组合 所产生出来的文字 那这个部分就太 可能太技术了一点 但基本上它可以容许的字符的组合非常地多 那它之所以叫做万国马 就是因为它不只可以容纳英文的字母 它也可以容纳日文假名 然后中文华语 然后韩文等等的象形的文字在里头 所以它的文字字符的组合会非常多 但是我们可以把原本德军所使用的 Edinbar的演算法稍微扩充一下 让它可以支援这样的算法 然后再把转马过为混淆以后的 那个符号的组合 变回对应到ATCG里面的这样的组合 因为ATCG就是四个字符 所以如果你有足够的长度的话 它们可以组合出很多很多不同的组合 如果有两个字符的话 你就可以组合出十六种 如果再多一个的话就会更多一点 所以转化出来的讯息的长度会更长 但是至少在技术上 我们可以把用演算法混淆过以后的讯息 变成ATCG 那有ATCG的结果之后 技术就是纯技术的层面 它就可以被转置进阿拉伯界的基因里头 所以稍微讲一下 在技术的架构上面 它就是对于 就是无关那个技术的开发的话 对于终端的使用者来讲 它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输入它想要编码的敏感词之后 我们会经由一个演算法 把它变成ATCG编码的系列 那那个序列会被 等一下跳跳会解释的方式 转植到阿拉伯界里头 那对方要接受讯息的那一方 拿到这个阿拉伯界之后 它仍然需要把那个ATCG的序列给取出来 然后再经由我们的编码的程式 再把它反转码回去 就可以得到原本的讯息了 那刚刚的那个编码完成的ATCG的序列 我们就请了生物科技的厂商 合成成真正的DNA的合分子 然后再把它放到一个适合浓感菌 使用的一个载体 或者是说plasmid里面 那这个适合浓感菌的载体 就会被放到浓感菌里面之后 再透过浓感菌去感染 这个阿拉伯界的花苞 那浓感菌就会替我们人类 将这个 我们再有我们有兴趣的资讯的序列 送到阿拉伯界里面 那阿拉伯界是一个在20到25度的温度 欧亚大陆广泛生长的温带 或者是 应该算温带的野草或植物 它看起来毫不起眼 然后到处都有 也是许多实验室里面 很常使用的一个重要的 开花植物的模式物种 然后 所以它是完全没有办法 被消除在地球上面的一个物种 那我们也想要透过这个行动 就是来一方面 让阿拉伯界替我们人类倡议 所谓的言论自由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想要讨论 以基改阿拉伯界这种方式来抗争 网络自由这种 因为基改职务是受到管制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也讨论 想讨论就是抗争 言论自由或网络自由的时候 它的伦理或道德规范 究竟在哪里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 会把这个开发的演算法变成一个 大家都可以使用的网络平台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上网去 使用这个编码的界面 然后把自己想要的中文 繁体中文或说正体中文字 编成DNA 然后我们也会在那个网站上面 教大家如何把这个DNA合成之后 送到阿拉伯界里面 那明年稍晚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工作坊 带大家做这个基因转职的 植物的过程 然后明年二月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一个 在台北的CLAB空总 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有一个小的展览 那在展览里面 我们会呈现 我们计划到明年二月的一个进度 就是包括基改的植物 然后我们开发出来的 这个编码的网站界面 还有我们针对于过去到现在 在台湾跟中国 或者是说国共内战时期 或者是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两边的一些民间和政府主导的资讯站 和言论自由控制的一些历史资料 也会去采访一两个当时在戒严时期 或者是说国共冷战时期 曾经参与所谓对匪宣传的人的一些当时的经历 比如说他可能会曾经参与当时对中国的一些政令宣导的广播 或者他曾经参与当时空飘文宣的制作等等的历史 还建在的一些人物 他们当时的参与工作的情形 还有他们也许会想问他们 现在对于当时的生活的和工作内容的一些想法 然后对网络自由或者是言论自由和两岸之间资讯站 做一个比较通盘的观察跟审视这样 那 所以就是如果对我们的project有兴趣 请大家可以就是在脸书上加远防亲戚实验室 这个扫描QR Code如果扫描不到的话 搜寻远防亲戚实验室就会搜寻到了 然后另外是这是我们这一次参加这个计划的 目前主要的成员 就包括我是草存会 我的专长是基因工程 然后还有吴博明就是他是资讯工程师 然后杨克军他也是资讯工程师跟资料库专家 然后葛昌慧是视觉艺术家跟他在那边帮我们做记录 然后另外一位是陈维珍 他是资深的艺文记者 然后这一次帮我们整理一些田野调查跟人物的访谈的摘要这样 好我们谢谢远防亲戚实验室就是一个非常特别不一样的分享 那其实刚刚已经看到有三题已经出现在slido上面 那我们会等下一位就是周庭熙也分享完他的相关关于澳门民间公投的事情之后 我们才会一起来QA 对